母亲节就要到了 先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愿你们都能够平安顺利 多福多受一切平安 在母亲节这一天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都会带辛苦的母亲去吃个饭 甚至于会准备个康乃馨 送个其他的母亲节小礼物 来表示对母亲的感念 希望这些辛苦的母亲们 都能够好好的休息一天 而有些朋友就问我说 他看见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宫庙佛寺 说专门在帮妈妈做母亲节的祈福法会 可以帮助妈妈消灾解饿 让他身体平安顺利利 但是这位朋友他的预算很有限 因为他又想要请他妈妈吃顿大餐 好好慰绕他一下 又想要送一个可以表达心意的小礼物 但是他又很希望帮妈妈祈福消灾解饿 因为他更希望他妈妈能够平安顺利健康 但是因为他预算有限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 这个朋友他真的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而我给他的建议就是 好好的陪妈妈吃饭 带妈妈去逛逛街 然后准备一个可以表达你心意的小礼物 而其中最重要就是量力而为 不需要特别一些奢华的东西 相信妈妈也不会希望 你帮他过个节日 就把自己搞到三餐吃泡面 或者是负债累累 至于你有心想要帮妈妈祈福 我真的觉得很棒 那也不用担心 我来教你自己帮妈妈祈福 而且不难很简单 你只要诚心去做 发愿去做 真心的希望你的妈妈越来越好 一定会有效果 只需要你平常每天 颂持四十九遍的报父母恩咒 就可以帮助你的妈妈消灾解饿 而且这个神咒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短 他也不常就一句神咒而已 没事你就可以常常的去多颂持 这个神咒就是南无密立多 多婆依说贺 就这样子简单的一句话 每天你就念四十九遍 念完之后当然要记得回向 回向文就是用最简单的范本给大家 然后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弟子 然后加上你的名字 知生生世世的父母 愿祈愿现在的父母天福 征受无病一切无苦恼之患 乃至七世的父母脱离鬼道 恶鬼之苦 其所有业障死其消灾解饿 往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或是转身三善道 当然这个神咒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念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天天念天天送辞 这个报父母恩咒四十九遍 他的功德可以报父母恩 可以帮助你现在的父母 延寿身体健康 然后如果你父母已经离开了 也可以帮助去世的父母做操拔 那如果有一天天忙 一日没有念的话 隔天可以补回来 没有问题的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这辈子跟父母的感情不好 很常吵架 常念这个咒 可以消除这个二元转成善缘 那如果你的父母现在正在生病 正在重病在床 那你就可以把它念到108遍 也可以替父母天福征受消灾解恶 平常也可以念非常好用的一个神咒 正所谓行孝道 不应该局限在于母亲节 或者是父亲节 甚至于是农历七月的时候 你才想要行孝道 你们说对吧 行孝道平常就可以做 所以没事就可以持神咒 了解我的意思吗 关注陈俊玉老师 让你时刻保持好运势哦